好,这边来看一下机器对阵狼队 哎,他带底牌 第二局下半场 宠爱没有带张狂 今天狼队 怎么的你这是想要宠爱多抓2比0抬走 但是如果说这边 因为这张地图中场五女八阴阵 你不带个张狂 那你要不就开局把这盒子全踹了 哎,不带张狂 其实一旦特别是有一些节奏什么呢 2-6节奏 2-6节奏 你不带个张狂 进入五女八阴阵 手里面因为你第一波大概率闪现焦掉击倒的嘛 那么你2-6的时候 万一空军交枪出现2-6 比如心理学2-6 是有可能要炸的 我是觉得其实宠爱 再把手艺人带个张狂保个屏 会更好一点 因为他保屏打到第三局还是有优势的呀 这边没张狂 在这里面打一刀 哎,在外面打一刀 还好还好还好 在外面打一刀 那这边把盒子全踹了 这个盒子全踹了 不急于 去击倒这个心理的 现在盒子全踹了 别踹 踹啊 别踹完 不是 别不踹啊 全踹完呢 抓武女 心理不抓了 抓武女 其实抓心理会更好一点 武女其实也是有别的可能性的 因为武女他是可以用道具的 这边的话下个减速八音盒 一个滑布拉开 这边减速能减上吗 好像能起一刀 但是武女这边有飞轮 飞轮没有交 再回自己的八音阵 宠爱这边的话 是开了技能 手里面有闪 这个击倒倒是还蛮舒服的 时间上面来讲 这个击倒 宠爱宝瓶真盛的一个击倒 而且他这边把人挂上 他有时间把这边两个八音盒 全部处理掉吗 起一波风 过来先踹板子 这个踹板子很细节 优兵过来 盒子先踹 踹完大副过来 前面还有一个减速八音盒 但前面是个单板 前面是个单板 不得不说宠爱 现在他这边的一个板子 对于他的一个二次击倒 这边滑布滑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有个飞轮 这边的话 空军假装要交枪 掩护一手 交枪 保证自己买血 空军这边交完枪以后 不带走一片云彩 草哥这边也是 靠着队友这边 那把枪是绕了一圈 绕了一圈以后 应该是再回自己的 回不去了 回不去的话 这边卡板子 先躲这波风 板子拍掉 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到的 不过这把的话 跟我刚刚讲的 也不是特别有关系 就是怕二六 因为他手里面有闪现 空军过来扛刀 扛一刀 这一刀我觉得宠爱交的稍微有点草率 这一刀打完 这不是再绕一圈 再绕一圈 这边 武女可是有个飞轮的 落地 武女的落地加速今天用掉了 这边的话往前走 翻 不翻 三台半的机子 有个飞轮 前面就是 那还行吧 因为这个击倒 球者外面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 现在球者来补状态 空军的机子会被干扰 这空军还是个半血 虾哥这边 胆子真大呀 这还敢摸机子 你万一倒了 这可就炸了 现在那就先就看草哥这边的飞轮了 草哥这边要干嘛呢 草哥这边要逼出宠爱的闪现啊 哎 这波跳没跳好 这边翻 一个风 卡 翻 草哥 草哥逼出闪现 走位 飞轮 哎呀 这样的话挂飞那边 两个人拉开 大副有块怀表 空军这个时候只能去翻箱子 因为他们没有时间补状态的 大副在这边压着 如果宠爱能够 刚想说如果宠爱能够精准的排到这个空军的位置 大副这边 哇 倒遗产了 这边倒遗产了 那 心里得绕过来 空军外面重新起机子 宠爱这边是完全可以先守着大副 等到过半以后 切船 传送落地 把空军秒了 再回头 这边 找18 18这边挨一刀 切船 船回去赢了 船呢 对 我觉得今天狼队 我有想到今天狼队会赢 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这么赢的 宠爱 这边 空军 只有一个飞轮 只有一个飞轮 而且大副这个屁股 说实话也快撑不住了 这边的话 空军 心里过来救人 心里过来救人 这边身位上面宠爱是拉得很好啊 完全不给机会 稳稳地守住啊 赛前有个菜比解说 说这把宠爱赢不了 但是呢 这个菜比解说 以为宠爱带的是一个张狂啊 没想到宠爱带的是个底牌 宠爱还是顶啊 这要四杀呀 守一人 在照地图四杀这套阵容啊 这把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草哥手里面的这个飞轮 没有能交到一个点子上面 当然这个也是宠爱他出刀的一个 应该宠爱憋着憋着憋着 先别笑 先别笑 爱淡然的走 好 镜头照不到的时候开始狂喜